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宥俊 請陳俊 曲 李宗盛 繁星 你轉身我也在我眼前 遮著快樂 填邊回頭 身後的海浪席 狂籟來 來回 nah σει小海放手 擦來一點臉 吹着雨水泡满悲伤的镜头 Don't make me a crazy Never ever Never ever 说好了说好了 别再相互见折磨 说好了说好了 说好以后不联络 说好了说说而不是全都 说好了我说了都说了 分开以后别难过 说好了说好了 别再相互见折磨 说好了说好了 说好以后不联络 说好我的错 说好分开以后别难过 分开了别难过 说好了不联络 早期的牙刷你们是不是也会选择 思念像一首歌 他唱着接连着 尤其在夜里唱着你的美好 我逃不掉 逃不掉 夫妻依旧这样坠入爱的城堡 借你点手往前跑 一直听着彼此的心跳 就这样抱着靠着就像是谁 松开了放手 对过头看为了身影就身一般 我站在原地看着 过往承诺都消散你懂我吗 如果说恋人是恶燃烧了我不后悔 你就像大火燃尽了我吃饱烧烧灰 这枯极其的对你在玩哪一个是我 这枯极其的主觉是你转变去 你会在生活前折磨 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以后不联络 说好了说好了不是全都说的 我说了都说了就分开以后别难过 说了说了别在生活前折磨 说好了说好了说以后不联络 说了我的错不错分开以后别难过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t was over 信念他越做越满越加不开 让人招勇难按时他到了安静的夜晚 离合的月光散满上高 嘲笑和恋人混账的joker 对过时又要夸乱长发 又为谁穿着纯白长望 为谁恋无心动为谁说出动静的话 把谁牵挂 说好了说好了 日子来了又来去了又去不过是翻语覆语 说好了分手但我还是空着鼓注对你的痴迷 我与脚尽夜分夜纠缠 世事已乱七 说好了说好了别在生活前折磨 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以后不联络 说好了说了不是全都说的 我说好了我说了说不能以后别难过 说好了说好了说别在生活前折磨 说好了说好了说又不联络 说好我的错说分开以后别难过 再来 HELLO, HELLO, HELLO. DOW EEN HELLO, HELLO, HELLO. 線上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張志漢 謝謝今天來到我生日會的朋友 還有沒能夠來到我生日會的朋友們 大家周二好 然後同時也謝謝我的音樂夥伴們 他們是分別是貝斯手王偉 David 然後鼓手馮俊華 還有鍵盤手楊卓傑 還有我們的吉他王振興 好嘞 在這裡我要感謝抖音對這次生日會的支持 然後現在開始的是第一個序列聲張 然後今天的生日會將會分成五個序列 每一個序列你都能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張志翰 每個序列都可以都藏著我人生的經歷和故事 他正是這些序列組成了張志翰全部的DNA 剛才表演的是說好了 然後今天的第一個序列是聲張 然後意思就是用我的聲音把張志翰的故事唱給你們聽 然後我也和你們說好了 會做你們心中永遠放聲歌唱的張志翰 為了感謝大家一路以來的陪伴呢 這次生日會除了唱歌之外呢 還準備了一些小的互動 大家記得我在抖音發布的許願機器人的視頻嗎 很多粉絲都許了願望 提到了希望我在生日會上做的事情 我也選擇了幾個比較有意思的 給你們再獻圓夢 讓我們一起看大屏幕吧 我和漢哥挑戰一下跟我學甜豆戀愛循環舞 感覺感覺有點複雜有點難 要不再放一遍吧 再放一遍吧 我和漢哥挑戰一下跟我學甜豆戀愛循環舞 好 大概學了一下 有音樂吧 好 大概是這樣的 有請下一個 下一位 張老師 吳楊楊生日快樂 作為粉絲 可以許願你給我們錄一個 讀出我們晚上早點睡覺的鈴聲嗎 可以求一個溫柔版本 和一個凶狠版本的嗎 這樣的話 我每天一定 能十點半之前睡覺的 應該是學生檔吧 要早點休息 好 晚上睡覺鈴聲 OK 時候不早了 該趕緊休息了 因為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晚安 好 好 然後來個凶狠版的 還不快睡覺 明天早上你爸媽就會起來宣你的被子 好 現在 來看第三個 張老師 生日快樂 新的一歲 我們的表情包 也應該更新了 想要看張老師現場 貢獻幾張新的表情包 這個 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這個 許願池就是非常的容易能夠做到的 新的表情包裡 我覺得開完這場生日會 我覺得就會有了 好吧 開完這場生日會 大家就會可以從那個 直播當中 就截取我的表情包 好 好嘞 這個比較容易 啊 可愛 大美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雖然半個腿皮個叉都是愛你的形狀 但是 你說 一 抓太難了 做個示範吧 你們做到的話 你們做到的話 你們都做不到嗎 做不到的話 就可以設計一個新的暗號吧 我也做不到 然後那個 我覺得就是有個簡單的嘛 因為 以前 老粉絲都會知道 以前我給自己 設計了一個暗號 就是粉絲之間 除了把頭舉過 除了把頭 除了把腳舉過頭頂以外 就是還有一個手勢 是我給大家設計的 就見面 以後這個就不是拱手 這個就示意一下 打個招呼 點點頭 OK 就證明了你是海哲 就是以後確認身份的時候 看一眼覺得這個人可能是海哲 給他比個手勢 他也回敬你一個手勢 哦 我們都是海哲 OK 好 下一個 說好了 說好了 別再想無間折磨 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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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好 以後不聯絡 說好了 說好了 不是全都說好的 我說好了 說好了 說好了 說分開以後別難過 說好了 說好了 別再想無間折磨 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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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 好 真的很幸運 能夠 很快 然後突然 有很多新的海哲 新的粉絲加入了 我們這個大家庭裡 然後我也看到很多人說 海哲姐姐們很包容 很有素養 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品質 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說保持下去 然後當然也希望 在公共場合 能夠 大家都能夠遵守秩序 不給別人添亂 特別是在機場啊 或者在一些酒店啊 我覺得還是大家 大家保持一下秩序 我覺得是 我明白大家的心情 但是我還是更希望 能夠保持好秩序 不給別人添麻煩 然後這樣給大家一個 帶來一種更加的 證明我們海哲這個大家庭 是一個很有秩序 很有素質 很有教養 然後一個很好的 一個粉絲團體吧 我覺得給大家 樹立一個榜樣 同時 可能我是你們的榜樣 但是你們可能 也在別人當中 也會做一個榜樣的力量 給大家看到我們的粉絲團 我們的粉絲 都是很有素質 然後很守規矩 我覺得 這就是我對大家 最大的期望了 好 下一個 還有 潘哥 你可以挑戰一下最近 橫黃的反手比OK嗎 反手比OK 可以嗎 抽筋了 要 这样 只要我这个衣服有点紧 我抬不起胳膊 可以吗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哈喽 哈哥 你可以挑战一下 最近很好的反熟比OK吗 这样是吧 这样 学不会了 唉 不重要 可以了 尝试过了 失败了 谁笑的那么大声 好 是不是没了 没了是吧 好 什么 现场粉丝 好 给你们个机会许个愿 什么 好 听不清 那就算了 一口气满足了大家这么多愿望 许愿机器人也需要歇一些 歇一些 希望每个人的心愿都能够实现 然后呢 接下来 是要介绍序列 今年这个概念 接下来 进入生日会的第二个序列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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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理解为今年 今年呢 在我成为演员的这些年里呢 我去过很多城市 遇过很多人 也收获了很多 让我不断成长的角色 在这个今年 这个序列中呢 今年特别的特殊 今年 让很多 梦想 都实现了 然后呢 不单单是一场 孤梦了 可能是我和大家一起做的一个梦 所以 一首 孤梦 是我和 一个角色的相遇 一首 《伤害的雨》 是我与一座城市的邂逅 接下来 我们进入孤梦的世界 然后那个 我跟那个调音老师说一下 刚才那个 program 太响了 我听不到我麦克风的声音 然后可以把我的麦克风再调 调大一点 对 刚才完全听不见声音 好嘞 谢谢 谢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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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气 很轻 江湖几番沉沦往未余生 是否辜负几人才会让梦起了风 望远之间都成真正 作词曲 李宗盛 是否辜负几人亦无庸 即使今轮数是世间的宽容 无情太振护落落落 放不下所有的回忆都像一场古墨 江湖几番沉沦往未余生 是否辜负几人才会让梦起了风 恍然之间都成真正 离不开所有的回忆都像一场古墨 灵云几番纠缠缠风景欲涌 我非看透风尘才会让梦起了风 下那之间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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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章 好 可麗可再小一点 上海的雨 整个城市的回忆 关于你 上海的雨 撑起三十 为了更靠近你 牵你的手放慢脚步 让我们在一起 把城市的风景点缀 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 青春的足迹 我们走过了好几个四季 为何分手也在雨季 心还在继续 等待着会有你的消息 好想离开这个城市 却在盼望下一场雨 有你的回忆 那些曾经是我没有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伤害的雨 是爱的叙曲里 人的眼泪 潺潺面面 傻心理力 伤别里的抽搐 向挽回 却没有余地 向往几点 点滴滴 却又常浮现心底 我想离开这个城市的云 寻找放弃你的勇气 让雨停风起 我终于弄丢你的消息 我还在等下一场雨 冲刷关于你我过去 你曾是呼吸 再也回不到第一天相遇 总以为我们有太多的浪漫 和你开启 来不及陪你慢慢 变老却分离 我想离开这个城市的云 寻找放弃你的勇气 等雨停风起 我终于弄丢你的消息 我还在等下一场雨 冲刷关于你我过去 你曾是呼吸 再也回不到第一天相遇 我再疲惫 我再疲惫 我最喜歡的歌 你們喜歡嗎 喜歡 品味真好 然後 我在這裡就是 感受到 其實 站在這兒我就想起了 我去年的生日會 也是 不大的場子 然後跟所有的粉絲朋友們 聚在一起 然後也是安安靜靜的 然後他們 聽我唱歌 然後我給他們唱歌給他們聽 然後就是一種 很幸福的感覺 今天這個生日會 多了很 你們也幸福 我也很幸福 然後今天這個生日會 稍許有些不一樣 就是還有很多 很多在 抖音平台觀看我們 我生日會直播的朋友們 也希望你們 遠在千里或者 遠在各個地方 然後都能夠 聽到我的聲音吧 然後看到我 我覺得這就是像我去年生日會 所說的 就是 作為自己 好像在不停地挖一個洞 然後跟 在座的各位 然後現在還有 在屏幕前的各位 就產生了一些聯繫 又不一樣 不一樣呢 就是說 今年的生日會 多了很多的調度 需要和機位配合 需要和機位配合 是是是是堅強 就是也是從很多忙碌的工作當中 然後跟也是有這麼多夥伴 進行配合 我聽說很多的粉絲通過抖音認識我 然後去搜索我了解我 所以這次我就打開時間的膠囊 把你們希望我回答的那些過去的問題 讓2021的張哲瀚重新回答 讓我們看看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如果有機會和一個演過的角色交換人生 會選誰 為什麼 你們猜會選誰 嗯 什麼 啊 好啊 好啊 很多粉絲還是就是挺了解我的 我曾經回答過這個問題 如果有機會和演過的一個角色交換人生 我會選誰 我不會和我的角色交換人生 作為張哲瀚的人生已經足夠的精彩了 嗯 對 所以努力過好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啊 誒 是吧 這是我之前的回答 好 下一個 出場的時候可以自帶BGM 你會給自己配什麼歌 啊 好 好 今天這個問題呢可能有不一樣的回答了 那我就聽粉絲的回答 好 熱愛105度的你 是不是 是這個名字嗎 可以 沒問題 我聽過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唱一個 好 好 好好好 我不太 因為這個好像還挺難唱的 我不太記得怎麼唱了啊 要不 要不你們先教我一下好不好 來 你們先唱一遍教我一下 然後我再唱一遍好不好 我把話筒遞到前面 來 3 2 1 好 兩句夠了 只能學兩句 8月正午的陽光 都沒你的天 8月正午的陽光 都沒你耀眼 是吧 差不多是這樣吧 OK 就這個BGM了 你看以前的我是多麼的熱血 深深被你們磨成了這樣 好 現在下一個 形容一下 你和粉絲之間的關係 呃 和粉絲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像 相愛相殺 爸爸 就是 像朋友一樣 其實我覺得粉絲 其實 更像 我覺得粉絲 有的時候很像知己 就是他會很懂你 我不配 你不配 就是 真的是 有的時候看到他們寫的一些文字 包括分析 很多人 有的時候也讀他們的信 就會覺得 嗯 這個人好像 有點了解自己 只是那麼一點 啊 還沒有完全的很了解 就是有的時候就會 就是我覺得就是這種 像之間有一座橋樑一樣 就是 通過 各個方面 然後去你的精神層面的一些 交流吧 我覺得就是 就是 粉絲 就像 朋友 就是 就是 就彼此互相了解 互相體諒 互相理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朋友 他們就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我覺得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對 還是像朋友一樣 對 我們之間 互相鼓勵 互相打氣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然後一起進步 一起努力 對不對 堅強 好 下一個 娛樂圈舉辦什麼比賽 你能得冠軍 誒 對對對 剛剛給了我個靈感 之前他們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還想不出來 我說什麼能拿冠軍 因為我覺得 娛樂圈裡的優秀的人 實在太多了 然後各個行業啊 都很 都有很多人才部分 無論唱歌跳舞演戲 我 三人行必有我師嘛 我覺得我能拿冠軍的 還真不知道 可能 可能半個高爾夫比賽 我能拿冠軍 什麼時候 試一試 也許吧 但我知道 也有很多打得非常好的 比誰頭髮短 因為那時候可能我頭髮特別短 是不是 好 下一個問題 如果給你一個做記者的機會 採訪你的粉絲 你會問他們什麼問題呢 什麼 問他們什麼問題啊 問他們什麼問題啊 問他們什麼問題 我覺得會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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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自己的 爸媽嗎 什麼 換一個 這個問題應該大家都回答比較統一 這是我之前的回答 我現在問他 追星影響你們睡覺嗎 追星影響你們睡覺嗎 追星讓你們秃頭嗎 我看在座的各位頭髮都挺好的嘛 騙人 騙人 騙人啊 人都騙人 追星的同時大家都要早點睡覺 好不好 不然早上怎麼起來追星呢 好 好 看我們看下一個 現在請抽選一個新的問題 並分享你2021年的答案 抽 工作人員 新問題我 因為他們準備了三個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 所以我就隨意抽一個 看我抽到什麼問題啊 看我抽到什麼問題啊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flag 放進去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flag 能打開嗎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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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好 看來這個願望啊 不太想讓我把它摁進去 好 好 好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flag 給自己立一個新的flag 其實 沒有 沒有太想立的flag 因為 因為今年 對我來說 過於的順利 就是 一切都 特別的美滿 特別的好 然後 然後 今年 感覺 就像一個 做了很多年夢 的人 然後終於夢想成真了 我知道我值得 但是很多人也值得 對吧 真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在奮鬥 然後都在努力 然後我是非常的幸運 能夠得到大家的喜愛 然後今年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圓夢的過程 因為好像每年許的願望 在今年好像都能夠實現了 對 就是 演唱會 我每年都會喜悅 有什麼願望 有什麼flag 要立 我就說我要開演唱會 結果這個願望呢 今年就要實現了 所以 問我有什麼新的flag 呢 我覺得就是 未來 能夠繼續 拍好的作品 給大家看 然後 唱好聽的歌 給大家聽 然後 永遠都能夠 在 在 大家 感到迷茫 可能 困惑的時候 給大家一種 前進的動力 一種 能量吧 能夠 支持你們 在你們人生的道路上 繼續前進 我覺得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這個時候 我媽突然舉起了手 好像在示意我 嗯 說得不錯 然後 現在到了 希望 明年的今天 我可以打開這個問題 和你們一起見證 看看明年 我會不會有一部 或者是 今年的下半年 或者是明年 會不會有好的 影視作品 然後好的歌曲 跟大家一起 那個 見面 然後一起 大家一起 見證我的 改變與成長 OK 好 那就讓我們進入 生日會的第三個序列 破局 OK 破局的意思呢 就是不斷地顛覆 一直突破 正是這個序列呢 想讓大家看到我 不只是人生的道路 音樂的選擇上也是如此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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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首 不說 送給大家 希望你們喜歡 不斷地額 看著我們 音樂的聲音 超越獎 成年人世界尽量选择不说 不予评价让自己过得洒脱 舒适的晚餐 华丽婉装装饰生活 精心设计的仪式干燦 台蜡烛恍惚 挂上耳机与世界 大声协议解脱 欢迎来到这个奇妙空间人是我 精心狂无自由漫步 无论指挥你 该如何做 我只想放肆歌唱 不需要谁来附和 画到嘴边的沉默 一面伤人的结果 那些被忽略的细节 都是珍贵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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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设计的仪式干残 抬蜡烛恍惚 挂上耳机世界 大小鞋语解脱 欢迎来到这 可奇妙空间认识我 轻轻狂无自由漫步 不愿指挥你该如何做 我只想放肆歌唱 不需要谁来附和我 滑到嘴边的沉默 避免伤人的结果 那些被忽略的细节 都是珍贵的体验 既轻狂无自由漫步 不愿指挥你该如何做 我只想放肆歌唱 不需要谁来附和我 滑到嘴边的沉默 避免伤人的结果 那些不完美的细节 都是珍贵的体验 谢谢 谢谢 既然 好 既然 这个序列是破局 那我们就要将突破贯穿到底 这次所以我也要挑战一下自我 你们之前一直说 我是灵魂画手 所以今天就来挑战一下画画 你们来猜猜我画的是什么 然后线上的粉丝也记得把你们的弹幕可以刷起来了 互动之前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 好 好 好 它竟然没有让我自己随意的发挥 你说我画个什么好 我画个小鸟 irregular 乔 Dong 老大 乔 см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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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做那 第一次觉得在你们的督促下 我的画画的水平真的越来越高了 好 那个这个呢 我画的是一个小猫咪 因为我觉得小猫咪呢 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有趣 然后这样一个陪伴的存在吧 我本身自己也很喜欢小猫 然后开心的时候就可以摸摸它 撸撸它 然后它就会对你撒娇 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存在吧 小猫小狗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 如果有养宠物的 都会就像小宝贝一样 疼爱它 然后我画了一个小猫 然后 然后呢 这个应该会 作画完毕 好像是应该要送给粉丝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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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就 那我先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 好 好 好 然后这个是写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 2021年5月11号 好 好 然后看看哪位幸运的粉丝 能够抽中我们这个 这个小猫咪 这个小猫咪 那个 就送给这个坐在舞牌11号的这位粉丝吧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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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这个 正好是今天生日嘛 然后就送给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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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什么环节 好 现在我 因为这个有线上直播嘛 对 然后可以看看我们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都在说些什么 可以想要 可以想要 请把坚强打在公屏上 嗯 酸死了 好了 看线上的朋友们 也没有发出什么有营养的弹幕 就把他们切走 好 其实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三幅画 他们的名字呢 叫做特别关注 我是你们的特别关注 其实你们也是我的特别关注 而这幅画呢 现在就已经在你们身边了 好 下面希望所有老师可以配合我一下 非得准备这种让人家破防的时刻 以前呢总是你们为我应援 这一次呢我也想为你们应援 我想对你们说 我们一起坚强 在未来的人生中 不管面对任何事情 都希望你们有破釜沉舟的理性 与遵守本心的感性 先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才能够做彼此乘风破浪的底气 现场的粉丝 现场的粉丝们 其实准备了第二份礼物 就在你们入场时 已经放在了你们的座位上 这是为了感谢大家 一起来到我的生日会 特意给你们准备的手办礼 希望 总有一种是你需要且喜欢的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还 除此之外 还有额外的三十分礼物 要给我们送给线上的粉丝朋友 请大家 在评论中刷出自己的抖音号 作为开奖口令 一定要记得那串数字 千万不要刷错了 我会通过喊停选取 三十位幸运的粉丝 请在评论区下留下你们的足迹 谢谢我们的亚顿 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现场的礼物 还有 线上的礼物 谢谢我们的亚顿的支持 谢谢他给我 亚顿给我做的生日应援 好的 好了 现在 线上开始抽奖 刷了没啊 刷生日快乐可没有礼物啊 刷口令就是刷 打出你们自己的抖音号 抖音账号 快点啊 我性子很急的 好 好 三 二 一 停 三十分 这里没有三十歌呀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这个 恭喜啊 这屏幕上方的那个朋友们 那我们现在继续抽 这里大概有五个 再抽 三 二 一 停 好 恭喜这些中奖观众 我们再继续抽 好 好 三 二 一 停 好嘞 还不够吧 够了 好嘞 现在三十位的中奖观众已经全部抽完了 好 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就不用再打了 没有用了 好嘞 让我们再次恭喜 以上三十位幸运粉丝 生日会专属手办理就是你们的了 直播后结束会有抖音官方工作人员联系你们 记得查看私信 还有再抽一次 好 再说一下 三 二 一 OK 哎呀 这个打哦的 还有打横的 应该毁死了 好 谢谢这些中奖观众 OK 其实今天还有福利环节 就是由亚顿为大家提供的大礼包 下面我们马上开始抽奖 还是老规矩 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号码 我来截屏 图片中的第一位粉丝即可获得大礼包 就是我能够看清楚的第一位粉丝就能够获得大礼包 好 好吧 不要啊了啊 赶紧打自己的抖音号 OK 三 二 一 停 我能看清的第一位这个粉丝是这个1995 下华线922 好 恭喜这位粉丝 获得了我们的亚顿大礼包 然后 现在 精彩的时刻就要来了 我们一起进入生日会的第四个序列 环绕 环绕呢 有很多解释 世界是圆的 很多人终其一生环绕解题 我也曾经有过迷茫 困顿思考 索性 仍然心怀热忱 更庆幸有你们的存在 让我被爱环绕 其实我也有 现在的我感觉像是一个 保护动物 然后呢 又有点像那种 博物馆陈列的那种古物 就很受大家的关注与爱 然后一直被所有粉丝朋友们的爱所环绕着 其实我也有陪 陪一位朋友去追过星 然后我分享一些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 当我追星的时候 我的感受是什么 就包括我也有喜欢的球星 当 喜欢同一个偶像 喜欢同一个明星的时候 大家坐在一起 我相信 大家都会有一种同样的磁场和能量 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都会有 心灵相通的地方 然后追星 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可以一起谈论 一起聊天 可能你旁边坐的 就可能以后成为你的好伙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到了 到了一定程度 可能你喜欢的这个明星 他的热度会退去 或者是你们也会很忙 被生活 有很多生活的琐事 所忙碌 但是偶尔间一次 你想以前还追过这个明星 你可能在意的是你现在 坐在你身边的这些伙伴们 并不是在意你追的这个人 因为追这个人 然后你拥有了很多 志同道合 趣味相投的一些伙伴们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 你们可能会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可能会有相同的志向 或者是在迷茫的时候 需要相互打气 我觉得 很 你们坐在一起 我觉得 有的时候 然后可以 可以互相成长 也可以互相成为好的朋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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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下你们的 比如说 跟大家交流一下 微信号 联系方式 然后 在你不愉快的时候 可能你就有那么一个 知心的海哲姐姐 可以替你排忧解难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事情 然后现在 我们 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的主题 也是我 生日会的主题 吴鱼 大家好 叔叔 哈喽 汉哥 哈喽 汉哥 你好 我是一名来自辽宁的 哲学系研究生 我是一名医生 是一名普通的 数字IC设计工程师 是个研究火山的 科研小白 化学专业的大学生 来自上海的 24岁广告人 是一名护士 是一名心理联网的 市主管 是一名护士 是一名护士 从2015年起看狼牙榜 少年林输的时候 就喜欢上张哲瀚了 15年中韩梦之队一眼如心 到现在辗转已经六年了 是18年看鱼姬传喜欢上你的 在这个春天 是阿絮让我认识了你 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55天 是她的笑容 喜欢你阳光的性格 喜欢你谦逊的态度 喜欢你 谈起篮球时 演中的光芒 也喜欢你 谈起表演时的 那一份坚持和认真 汉哥身上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像他坚强的品格 就让我学到了很多 非常喜欢你身上的坚持 不懈 对每件事情的非常认真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以及不封魔不成活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这种心态 我有看到粉丝送给你的礼物 你都有好好珍藏 包括神人会上 我送你那个陆飞皮具挂件 让我觉得天哪 我粉为一个多么好的人 我要永远地支持他 一辈子陪他到老 真的是给我带来了 非常大的正能量的一件事情 我学会了勇敢洒脱 你做事情一定要做到极致的精神 我希望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增强的人 抓紧自己 还可以有选择的时间去追寻 哪怕只是一个很渺小的一闪而过的梦想 这是阿许教会给我的 也是张哲涵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教会给我的 既是陌生人 但我们又亲密 又感受得到彼此的力量 我觉得最好的关系 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互相进步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关系 这是你的生日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要送你什么礼物 但知道你不喜欢人家送你礼物 又知道你喜欢小朋友 所以我决定 将你的生日礼物化作一份爱心 用你的名字 在台湾捐款给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我会以张哲涵粉丝的名义 每个月向希望工程 目前亲子阅读活动捐赠511元 也同样有和VI 学病的爱心基金 有进行捐款 和工艺站 有一起去关心百万森林计划 希望能够和你和工艺站 一起为工艺世界做一些小小的努力 也许在外人眼里 张哲涵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不完美 这种不完美造就了一个真实的张哲涵 你其实跟我们一样 也会有情绪 也会有压力 你身上的那些 我看到的闪闪发光的优点 不是你女生俱来的 而是这30年 你一点一点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的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感谢你这10年来的努力和坚持 让我知道还有如此优秀的你 喜欢你不久 但会喜欢你好久 你不要怀疑 就这样稳稳的好好的走下去 我们会永远在你的身后 吹声四海 不负意见 何其有幸能够认识你 上车看叔叔 上车快乐 四季人生半折同心 张哲涵 张哲涵 生日快乐 就是他们没有告诉我 有这个环节 让我有点很多感触 真的 这份幸运包括 这份喜爱来得有一些的突然 就是突然获得了这么多爱 然后这么多喜欢 被这么多人关注 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因为之前的人生不是这么过的 然后我也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 一位粉丝 他晒了他的签道 就是在我抄画的签道的一个图 他好像签到了850多天 然后呢 然后但是他说他要 可能他要去做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他要把微博卸载 然后给我一个 跟我说了一段话道别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我不一定能陪你们一辈子那么久 但是呢 只要你是海哲 然后我是张哲涵 站在你们面前 我只要那些岁月里 我都希望能够 带给你们很多的能量吧 就是互相前进的动力 我们作为彼此 可能不开心的时候看到我就会开心 就像我不开心的时候 想到你们 想到你们的支持 或者累了 觉得好多工作好烦啊 或者想到你们 但是我想到有一群这样热爱我的人 在等着我 我就又重新有了动力 所以很高兴能够 大家能够来我的生日会 感觉一年会比一年不一样 但又如此的相似 就是还是有一群喜欢的人 坐在台下等着我 然后一起前进吧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 生日愿望 对对对 生日歌都放起来了 要不大家给我唱一首生日歌吧 好 然后我再许愿 好 3 2 1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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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 过个生日都要那么大张旗鼓 真的是过分 过分了 我知道 你看就很用心 把我喜欢的东西 高尔夫球车 高尔夫球包 都放上去了 谢谢这位粉丝的用心 我是为什么刚刚会说那个话 就是觉得 为什么一个人过生日 可以有这么多人陪着 所以你看 感谢 感谢所有到场的粉丝 还有线上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你们 的理解 就是我一直觉得你们是一个 刚刚看其实 有瞬间差点就破防了 就是真的粉丝 真的是非常理解我 然后他会去 体谅你的辛苦 以前也没人体谅 就是突然有人 体谅了就感觉 没人体谅的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 有人体谅的时候觉得 我原来这么难 这么苦 其实没有了 我觉得就真的很感谢 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因为你们存在 然后让我有了更多前进的动力 真的很谢谢 然后还有今天也来了很多 包括我的家人 我舅舅 我妈妈 然后还有我一些好朋友 也从江西赶过来了 因为长沙离江西很近 然后也很感谢他们 因为 因为 坚强 正是因为他们 在我成长的历程当中 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让我一直 让我一直被爱包围 一直被爱包围着 所以能够让我成为一个有爱的人 把爱传递给大家 然后呢也很感谢 就是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因为为了操心我生日会的事情 大家都从早忙到晚 都非常的辛苦 也有一群很棒的工作人员陪在我身边 然后一直支持我的 一直支持我前进 然后为我排油解难吧 尽量让我不被一些很多杂心的事情 所干扰让我 能够安心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努力地向前冲 因为我觉得 我需要向前冲 我需要继续努力 需要继续奋斗 这样只有我再继续前进 然后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动力 让大家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如果有一天 我 前进不动了 我会跟大家说的 对 然后许个生日愿望吧 就是希望 所有的粉丝 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都能够健康 快乐 平安 在我们的岁月当中 有很多 会受到很多困难和挫折 我有个特殊的能力 就是 我可以很快地 忘掉这些挫折与困难 我希望把我这种能力 也送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往后的日子里呢 都能够记住的 都是一些美好的 幸福的 开心的快乐的时刻 这样回忆起你的人生 永远都是幸福满满 看着你的将来 永远都是那么的充满希望 过去的灵魂 过去的不开心的事情 一点都不重要 只有未来才是充满分量的 谢谢你们 好了 现在应该 要唱最后一首歌 送给大家了 也非常符合 我现在想说的一些话 就是 心若向阳 让大家 永远都能够 有好心情 永远都能够 沐浴到阳光之下 敞开心扉 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永远都可以 那么的充满能量 充满正能量 永远都充满爱的能力 被爱包围 谢谢 上 现在好像要上道具 还有这个是吧 怎么没给我提呢 这是能拿出来 还是不能拿出来的 这个是要撕开吗 这是大家送我的第二份礼物 来自线下300文粉丝 亲手写的生日祝福 请选择五个祝福 与粉丝一起分享 我怎么拿 拿不了是吧 我只能看 好 我看这个画了非常可爱画的 这个粉丝 我今天洗头来的 用的是你代言的产品 生日快乐小泽 生日快乐小泽 小泽 都说了 呃 女孩子洗头 一定是要出去见重要的人 是不是 谢谢 谢谢你们 把我当成你们生命中重要的人 你们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好 好 那我读一个 长一点的 这个 小泽 希望你照顾好自己 做喜欢的事 可以打高尔夫 可以唱歌 可以到处走走 但一定要 也要努力 努力 哎呀 事业粉 哇 放心 放心 我 我会努力的啊 好 然后我再读一个这边 靠这边 哇 主要有的 哇 有的竟然在这么小的卡片里 写那么多词 这个 哲瀚 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你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 祝愿你无论做什么 都能有最好的回报 我很佩服 你活得自在坚强 转角遇到了光 说好了 心若向阳 幸福便会一直环绕 好 很厉害 你说我的粉丝怎么都那么有才华呢 写起东西来 然后 说起话来都一套一套的啊 好 我再选一个 选个高点的 蹲着有点累的 小哲老师 三十岁生日快乐 愿你今后星途璀璨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一起坚强 你看啊 这是最后一个了吧 最后一个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真的很懂我 然后呢 都让我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也是一样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 因为你们 都是成年人了吧 对 是成年人的 就可以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要被一些外界的事情 纷纷扰扰所干扰 如果还是没有成年的话呢 那 培养自己最好的人生观 价值观的就是学习和教育 接受好的教育 你就会 在你未来的路上 拥有人生更多的选择 你就会明白自己 要什么东西 最近 也在看一本很棒的书 昨天在飞机上的时候 刚刚读完 给我挺震撼的 然后他就 那本书叫 《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 然后有个粉丝送的 然后正好 我在拿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没有看到里面有信 我直到快看完了 都没看到里面有信 然后从飞机 那个飞机抖了一下 我不想碰到了 那书掉下来 突然掉出一封信来 然后正好看了它的信 我觉得 这本书后来 也说了很多 说这本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它里面提到了 也一个说金子的这个问题 就说金子在某些光线上 可能会 让它看起来暗淡无光 没有那么闪闪发亮 但是呢 这些某些时刻 不会改变它是金子的本事 本质 所以就是说 你们要相信 你们都是金子 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都会闪闪发光 穿什么好看的衣服 或者是 或者是画着再漂亮的妆 或者是 或者是打扮得再好 你们要相信 当你们相信自己的时候 都坚信自己的时候 理解自己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可能穿什么 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你们已经有强大的心 足够支撑起这一切 相信你们的爱人 你们爱爱你们的人 你们爱的人 也都会因为你们这种能量 所被你吸引的 然后最后一首歌 我们进入到 我生日会的主题 吴虞 然后 吴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词 它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想象的空间 让你充满期待 每一次生日 都像是 下一段旅程的指示牌 提醒我 三十岁了 三十岁都说三十而立 指引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人生无虞 希望无虞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但是热烈不朽 热爱不朽 永远前行 永远充满爱 让我们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 也让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好好爱我们 接下来一首 心弱向阳送给大家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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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 我心住着太阳 到哪里都是晴朗 就算是未来充满风浪 我心住着霜降 没有饭也能起荒 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 我心住着太阳 花还是一样绽放 就算是理想失去方向 我心住着翅膀 穿越绝望和迷茫 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 我心住着太阳 我心住着太阳 到哪里都是晴朗 就算是未来充满风浪 我心住着霜降 没有饭也能起荒 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 我心住着太阳 花还是一样绽放 就算是理想失去方向 我心住着翅膀 穿过绝望和迷茫 去飞翔 就算是僵了 谢谢大家 啊今天的表演就完成了 好 希望今天的歌手张志涵 没有让你们失望 也 也希望这一首《心若襄阳》 能够给大家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再次感谢线上线下的大家 来看我的生日会 我们一起 心若襄阳 迎风启航 然后呢 我觉得今天的生日会呢 是不是感觉有点短 我也这么觉得 感觉就和我这群朋友们 还没有聊够天 也还没有呆够 可惜今天的生日会 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为了留住今天的美好 让我们一起合照一照 到哪里都是晴朗 就算是未来充满风浪 我心住着双脚 没有饭也能起航 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 我心住着太阳 我还是一样绽放 就算是理想 就算是理想 失去方向 我心住着翅膀 想过绝望和迷茫 去飞笑 好 然后 最后 希望大家面对的生活的时候 记住我歌词里唱的 我只要 你一颗微笑就好 就算是未来充满风浪 我心住着双脚 没有饭也能起航 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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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住着太阳 我还是一样绽放 就算是理想 失去方向 我心住着翅膀 穿过绝望